性和性身份识别障碍呢 不同的诊断标准里边 是标题和所列的地方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DSM4呢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标题 性和性身份识别障碍 或者是有的呢 就是用认同 就是性和性身份认同 这样的障碍 那ICD10呢 它是把它列在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之下 CCMD3呢 是写的性心理障碍 那么括号性变态 CCMD2的时候用的是性变态 但是我们现在一看呢 就非常突出性变态 复性的贬义的这种含义比较多 所以现在偏向于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这样的词 作为一种疾病和障碍来看待 现在不太建议用性变态 那么这个人格障碍呢 它是一种非常难以改变的情况 那么性心理障碍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容易改变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说在治疗和干预上 性心理障碍呢 类似人格障碍 这可能也是ICD10 把它和人格障碍列在类似的一个分类下面 一个可能的原因 那我们再来看 ICD10 DSM4和CCMD3 它们在相关的这些障碍下面 所列的一些内容 那么首先那一栏呢 我们看到呢 在ICD和DSM4里面都有性功能障碍 或者是叫 伴有生理紊乱及气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 非气质性 这个障碍或疾病引起的性功能障碍 但是CCMD3呢 它有这一类的障碍 不过呢 它给列在其他的分类里头 没在这个分类里边 它在这个心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里边 那么这个部分呢 今天我们就不做介绍了 我们介绍的呢 是重点的是后面的一些部分 那第二一栏呢 大家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横的栏 DSM4是空的 那么CCMD3和ICD呢 都有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 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呢 这底下包括 比如说性指向障碍 在中国的分类里边呢 同性链 双性链 那在ICD10里边呢 就是性成熟障碍 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 性关系障碍等等 那这个呢 是待会儿我们会参照 CCMD的这个概念的 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和怎么回事 那我们再看呢 第三大类 是性偏好障碍 那么在DSM系统和CCMD系统都是类似的 不同的地方呢 表现在ICD10没有摩擦症 这个CCMD没有恋童症 其他的呢 就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中国呢 没有就是对那个儿童 有性方面障碍的那些人的 这样的一个标题列在那 待会儿我们介绍到那的时候 我们再说 那么最后一类呢 是性身份识别 或者是认同障碍 那么这一类呢 就都是类似的 只不过ICD和CCMD呢 就还有性别改变症 或者是异性症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分类 实际上呢 就是性身份识别障碍 那么ICD10呢 还多分了双重 异童症和 童年性身份障碍 这个是大概几类的不同 那首先呢 我们介绍 就非常短地介绍 同性恋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以往都是在异常心理学 或者变态心理学一个 在性心理障碍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现在的观点有所变化 那我们首先看呢 同性恋 当然现在有一些研究者 学者主张把它翻成同性爱 因为说异性恋 同性恋 其实都是相同的 只不过性的指向不同 翻作同性恋呢 他们也是感觉上有一种 好像带有贬义 或者是负性的含义 所以有人主张翻作同性爱 比如说青岛医学院的 那个一个学者 那么同性恋呢 它是指向同性的 情爱的思想和情感 伴有或不伴有性行为 那么CCMD3呢 它在这个部分呢 它加了一个很长的说明 为什么它要 还要把同性恋 列在CCMD3这个手册里边 那么它说呢 指源于各种性发育 和性定向的障碍 注意下面这句话 从性爱本身来说 不一定异常 但某些人的性发育 和性定向 可半发心理障碍 如个人不希望如此 或犹豫不决 为此感到焦虑 抑郁 及内心痛苦 有的试图寻求治疗 加以改变 这是CCMD3 纳入同性恋和双性恋的 主要原因 这一块呢 说得很清楚 它不是指所有 同性恋的人 而是指那些 因为同性恋 或者是双性恋 使自己出现 心理上的问题 比如说 不希望如此 感到焦虑 抑郁 内心痛苦 有些人呢 会寻求治疗 希望改变自己 我不要做同性恋 那我想要跟别人都一样 和大多数人都一样 那么这个呢 是CCMD 纳入这个的情况 那它还进一步有呢 就是如果符合 诊断标准的 首先符合性指向障碍的定义 就是刚才的那个帽子 那么在正常生活条件下 从少年期开始 就对同性成员 持续表现性爱倾向 等等 那么下面呢 是对异性成员 虽可有正常性行为 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 因此难以建立和维持 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 那么这几条呢 其实都是同性恋特有的 那么最突出的 为什么它要列在里面 还是刚才的那个 前面的这句话 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50年代 以前同性恋呢 都被认为是异常的性行为 当然个别国家 或者是个别地区 在很早的时候 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发展的情况是这样 首先呢 美国的精神病学会 改变了看法 那么他们在74年的时候 就从DSM2这个系统中 删除了同性恋的诊断 但是当时删除并不彻底 他们保留了性别定向障碍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性别定向障碍的 这个保留呢 到了DSM3的时候 80年 他就写了一个 自我矛盾的同性恋 其实这一条呢 类似我们刚才看到的 CCM3 就是你是同性恋 但是你矛盾 犹豫 痛苦 所以这个呢 就是自我矛盾的同性恋 那么到DSM4呢 彻底地把这一块 也给排除掉了 自我矛盾 他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压力 或者是自己有其他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出现的心理问题 他们认为不可以再归类在这个部分 所以把这个排除掉了 但是呢 ICD和CCMD呢 目前的进展没有像DSM那么快 所以他们还保留着 对自己是同性恋 内心有痛苦的这样的一部分诊断 那么对于同性恋和异性恋呢 就是一个性方面 性心理方面研究的 一个著名的学者呢 叫Kinsett 他呢 就是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呢 不能截然分开 是一个连续体 这个连续体的两端 一端呢 是完全的同性恋 一端是完全的异性恋 那么在这个中间部分呢 就是更多的同性恋 或者是更少的异性恋 变化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中间的部分呢 是双性恋 就是最中间的部分 还有部分异性恋 部分同性恋 就是只不过多一些 少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谈到同性恋的时候 和异性恋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 这个人好像是同性恋 又像是异性恋 那么他可能是双性恋 就要看他是哪个更多 哪个更少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 静欲性的同性恋 就是有些人 他生理发育 有性的需求 但是呢 他所处的地方 不具备异性恋的条件 比如说在军队 在修道院 只有同一种性别 有些人会出现 同性恋的行为 好 那么WHO呢 就是1992年的一个 这种看法呢 就是同性恋属于少数人的 自然现象 他们也认为 不应该把它再列入 心理障碍里边 美国的调查呢 就是 2.3%的男性 和1.1%的女性呢 是绝对的同性恋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可能有部分同性恋 和部分异性恋 的这种情况 那么 刚才我说的 青岛医学院的 学者呢 就是张北川 他做了 大量的研究 对同性恋 的人的研究 那么 是他提出 应该叫同性爱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 题目也叫同性爱 那么他们有 大规模的调查呢 是认为中国呢 大概有 3%到4%的 同性恋者 那么这个呢 就是占 3600万 到4800万人 同性恋呢 同性恋呢 在 目前原因 还不明确 可能有 遗传的影响 因为这有一些研究 发现呢 就是 同卵双生子的 这个 同性恋的 遗致率呢 非常高 高于 一卵双生子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 一些研究的结果 这个提示 还是有一定的 遗传的倾向 那么 社会的 原因呢 也有一些 有人认为呢 家庭教养方式啊 等等 也会对 同性恋的 情况造成影响 那么 还有一些 心理学的研究 发现呢 在 这样的人的 家庭里边 会有一些 特定的 情况 比如说 男性同性恋的 儿童期 与父亲的 关系不良 或者是 家庭中 缺少父亲 而母亲呢 可能是 过度保护啊 或者是 过分亲密 等等 这样的一些情形 那 女性同性恋呢 可能 儿童期 母亲 比较冷淡 拒绝 那么 不管是 哪一类 他们和父母的 关系呢 都不好 不过呢 那这些呢 也是只是 能够解释 他们的正常异性恋 这样的 这种体验 和经验的发展呢 受到了压抑 还不能说 作为产生同性恋的 一个原因 那么 还有学者认为呢 可能生物 易感性 和环境条件呢 是发生相互作用 影响了这个 大脑结构 功能 以及基因的表达 对 同性恋的产生 造成了影响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都需要看到 和学习接纳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那些 在CCMD3 或者是ICD里边 仍然列在里边的是 我们在心理门诊 会碰到的一类人 他们会因为社会的压力 感觉很痛苦 会前来寻求帮助 有些人呢 也要求改变性别 改变这个 对恋爱的这种指向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会碰到 但是同性恋的这种干预呢 实际上 简单的医学干预呢 可能无济于事 那么有些人呢 试图帮助他们 由同性恋的性指向 改变唯一性恋的性指向 很少有报告成功的 这样的情况 当然如果 这要看他的 同性恋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 有绝对的同性恋 和双性恋 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更多的 可能是帮助他们 从他们当时的 心理状态来看 帮助他们适应 各方面的这种社会情境 来学习怎么 很好的应对压力 接纳自己的性取向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图片呢 是表明 在希腊时期 就有一些壁画 我们看到的 就有同性恋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 是90年代 同性恋的一个游行的图片 那么这个呢 是12年在台湾 同性恋的一个游行 那在台北呢 已经这样的游行 当时已经是第十次了 所以还是人数众多的 就是社会在接纳他们 有很多人不是同性恋 但是他们也会参加这个游行 社会有更多的人 接纳同性恋的 这样的一个性取向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再介绍下面的内容 好 我们第二部分 介绍性偏好障碍 这个性偏好障碍呢 就是是以前常常被称为性变态 就是特指的 就是这一部分 那他呢 就是有性偏好障碍的人呢 常常采用偏离正常的 就是他偏好 采用正常 偏离正常的物体或方式 来满足他的性欲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翻译 可能如果现在翻译 就是课题啊 或者是对象 以及偏离正常的这种方式 来满足他的性欲 有研究者认为呢 这些有性偏好障碍的人呢 他们的性行为呢 和社会普遍接受的观点 是不一致的 在性行为中呢 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那么同时呢 自己也有自我痛苦的体验 那这种体验呢 可能来自于社会的态度 和自己的性渴求 以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 或者呢 是知道自己会对别人造成某种伤害 那么后面呢 我们介绍不同的类型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特点 那在临床上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作是性冲动对象的变异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前边的那部分 就是对象的一个变异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是性行为偏好的变异 那冲动对象变异的呢 我们会给大家简介一下呢 就是恋悟症 异性装扮症 或者叫做异装症 还有呢 恋童症 这个恋童症呢 是我们刚才说了 CCMD3里边没有的 但是ICD和DSM4里边都有的 那下面呢 就还有肆虐 性受虐 性肆虐 性受虐 暴露症 亏阴症 摩擦症等等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性行为偏好的变异 那首先呢 是性冲动对象的变异 变异 那恋悟症 可能有同学听说过 待会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例子 那DSM4呢 它是按照至少六个月 就是出现某种状况 至少半年以上 那么反复多次与非生物物体 比如说女性的内衣 来激起性幻想 性的迫切愿望 或者是性的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呢 这个不止限于这个艺装 其实下面这个是排除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不仅限于女性的服装 也不是呢 用作对外生之气 刺激采用的器具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呢 一般的这种情况呢 就是很多人在青少年期 就开始出现了 那男性当中存在 而且呢 他们 绝大部分呢 是异性恋者 会引发他们性的 唤起的情况呢 比如说女性的内衣 高跟鞋 甚至于还有女性的 身体的某个部位 比如说脚 头发 等等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的性的幻想冲动 和性行为呢 是围绕着这些物体进行的 那这个性心理障碍 这种性偏好啊 这种性行为偏好的 异常的这样的一个 对象的偏好 行为偏好的异常的 这种情况 很多人他可以有正常的 这样的和异性的 这种性的行为 但是呢 有这样障碍的人 他在 他障碍的这个方向上 有些人认为 这个让他们能够有 更高的冲动 更高的这样的满足感 所以这个呢 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那这些人呢 他们会干什么呢 他们可能花大量的时间 寻找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物体 也许通过购买 但是也许呢 去偷窃 甚至于抢劫的方式 去获得 那 所谓偷窃呢 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宿舍 衣服挂在外头 去收的时候 就发现一些内衣不见了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 有 以前 听说过 现在 因为很少人留辫子了 以前 在公共汽车上 有的女性长辫子 就被人家脚掉了 有的人呢 是认为一种 暴力和攻击 但是也可能 会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 这样障碍的 一些人 我们看这块 有一个台湾的案例 我知有一个台湾的案例 有一个 我们大陆的案例 是很有意思的对比 某助理教授呢 就是某大学的 助理教授呢 已经到了 和女友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是呢 他连续在 淡水等地的 女性宿舍等等 偷了 三百多件 女性的内衣内裤 被抓到的时候 还穿着 偷来的女性内裤 那么 他们当地呢 以盗窃罪 把他起诉了 结果呢 检察官强调呢 这一位呢 是高级知识分子 本应有理性判断 和个人的行为能力 而且呢 他早已察觉 自己是罹患了 精神疾病 但迟迟没有就医 导致行为无法控制 而违法 实有可疑之处 但是呢 考虑他没有前科 犯案的时候呢 因病致行为控制力 显著下降 那现在也已经接受治疗呢 而且呢 自白态度良好 深表悔意 特别呢 就是检察官向法官 请求从轻谅情 最后呢 是给他缓刑 激励他自心 我们看这个 那下一个呢 是中国的例子 中国的例子呢 就是 某一个租客 他还欠着 房租的情况下 就溜走了 结果呢 房东很郁闷 这个房东呢 朴大姐很郁闷 准备收拾一下屋子呢 再出租给别人 结果一开门呢 发现屋里头 放着七十多双女鞋 他觉得 这情况不对了 他就报警了 报警了 当地的公安局 接警以后 马上就到了这个 位于某厂的 这个宿舍楼内 民警呢 进去一看呢 屋子不乱 门口的鞋架上 整整齐齐地 摆着四排女鞋 民警数了一遍呢 一共七十二双 但是房东说呢 租房子的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没看见女性出入 这就很可疑了 然后再一检查呢 发现了一个 高校的学生证 然后这个呢 就被证实是 那个租户陈某 那警方马上 按照学生证显示的 这个高校呢 就去了调查 结果这个学生呢 已经在03年 被学校呢 勒令退学了 最后呢 民警终于 抓到了这个陈某 那么他呢 交代说 这些女生的用品呢 都是在宿舍区偷来的 然后呢 宿舍区是 老式的桶子楼 东西经常放在外边 这个呢 就被他顺手牵羊 给了他可乘之机 那么最后呢 就是正式地 把他批捕了 批捕的理由呢 是按 涉嫌盗窃 是按 将来呢 判他刑的时候 会按他 盗窃来的 物品的价值 来判刑 这两个案例呢 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案例呢 是最后呢 说这个 他 其实是一种 精神疾病 就是他偷女性内衣 是一种精神疾病 然后呢 按他 最后的态度 宣判了缓刑 那 这一例呢 最后没有按照 性心理障碍 精神疾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是按他 偷窃来物品的价值 按盗窃罪 被刑拘 所以 看来中国呢 在 了解 精神障碍 或者是 异常心理的 这个知识方面 我们还要多做宣传 那这个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人呢 可能经济上 他不富裕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已经被勒令退学 我们不知道 是他在退学之前 他就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偷了很多鞋 还是呢 退学之后 这种性心理障碍呢 和其他心理障碍一样 如果有生活当中的压力 和应激 它的障碍会更多的发作 而且会更严重 那么这个里头呢 可能有相关的因素 在里边 而那个台湾的 这个 这一位呢 要谈婚论嫁 在谈婚论嫁之前 他去盗窃 也有一些因素 我们知道 生活事件里头 也有结婚意向 是吧 结婚也是有压力的 而且结婚 可能会对他 这种性方面的 异常行为 会有限制和影响 这可能也是影响到他 那个时候 反而更频繁地去偷窃 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恋物的人呢 有些人他并不愿意 他有经济能力 比如说那个教授 他有经济能力 但是他并不愿意去买 为什么呢 他们是觉得很多 偷来的东西 是女性用过的 这个物体上 残留着女性的一些气味 对她们来说 会感觉会更能激发 她们的性的那种 满足和快感 那么原因呢 行为主义认为 条件反射呢 是产生恋物症的原因 就是中性刺激呢 在某种情况下 和一些性的快感结合 就变成条件刺激 有一些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曾经有同行 报告过一个小男孩 他喜欢女性 穿那个丝袜 那么他小的时候 这个跟他 这个和母亲姐姐的 接触的时候 他们穿裙子的时候 穿丝袜 那样是有关系的 后来呢 他就发展成一个 恋物的情况 那么他对女性的丝袜 有一种特别的 一种情况 就是 收集女性的丝袜 那还有呢 就是 心理分析认为 恋物症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 阉割的 这种焦虑 让他们感觉 和成年异性 进行正常的 性方面的 这种交往 会有危险 因此呢 他们转向物体 这个呢 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一些 恋物症的人呢 他们显得 其实是 比较内向 比较害羞 并不是那种 很有攻击性 或者是什么 这样的人 那么 他们呢 害怕正常的 异性间的交往 所以可能 转向了这样的 物体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干预还是有 有效的 这样的案例的报告 那么取决于 他们正常的 社交关系 和性行为的 发展和建立 也就是说 应该消退 他们那些 异常的 那种 性的 偏好的行为 对 异常的那样的 性行为 进行 消退 那么发展出 正常的 社交关系 和性行为 这样呢 对他们来说 育后是 会更好的 那么某些 和女性相处时 害羞 没有性伴侣者呢 可能育后是 不良的 这个呢 是我们介绍的 恋恶症的情况 异性装扮症 那异性装扮症呢 也是六个月以来呢 至少六个月以来 一个异性恋的男性呢 他反复多次 以更换女性的服装 来激起性的幻想 性的迫切愿望 或者是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简单的呢 就是 男性穿女性的服装 那么这个里头呢 有人说这个 既是男性 女性会不会有 因为女性 现在穿男性的服装的 也很普遍 那么是不是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目前还没有 诊断标准里头 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列入女性的 这样的情况 男性呢 他有些人 穿女性服装 他是为了 激起性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幻想和行为 那被列在这个里边 那么这些人呢 可能在青春期开始 中年以后呢 他性欲下降了 异装的行为 就会减少 有些人呢 最初只是穿 一两件 异性的服装 后来逐渐增多 直到完全是 女性的打扮 那么穿异性的服装时 他们能够体验到 性的唤起 并且呢 常常伴有性的行为 这个呢 有些人认为 比如说小的时候 家里头 爱给孩子打扮啊 就是穿 女性的服装啊 他穿起来很有快感 或者呢 他看到一些 他喜欢的女性 穿这个 异性的服装 觉得很美 有些人最初 就是觉得很漂亮 然后他还有 全套的女性化妆品 全套的那些 这个服装 甚至于就是 比如说 他们会去买品牌 都花很多钱去买 到没有人的时候 有机会 他们就穿起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下一个呢 是恋同症 这个呢 是我们中国的诊断标准里头 CCMD3没有的 那在国外的两个诊断标准 都有的 这样的一个诊断 不知道未来 中国的诊断标准 如果修改会不会有 恋同症呢 是至少六个月以来 反复多次 这个 以未发育儿童 有性的活动 来激起性幻想 性的迫切愿望 或者是性的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里边呢 因为涉及到儿童 它有一个规定 就是患者至少 要达到16岁 然后呢 要比那些受害的儿童 年长五岁 或者是五岁以上 它有一个规定 那么如果是16岁呢 那那些儿童呢 应该是减掉五岁 比如说11岁 如果是18岁呢 可能是13岁就可以算作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它助理一下 不包括青年人 与12、13岁的儿童 发生持久的性关系 那么这个呢 是限于男性 青少年期呢 可能就起病 而受害者呢 绝大部分是女孩 那么年龄大部分在6到12岁 也有一些呢 是男性的儿童 发生率呢 没有确切的数据 恋童的人呢 他们实际上也有能力 对成年人产生性的唤醒 但是他们更喜欢 有那种控制感 那么儿童呢 因为他很小 很依恋他人或者是什么 那么他们会很有满足感 因为他可以控制那些孩子 所以 这个病程时间长 行为频率呢 非常高 就是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英国电视台的 著名的主持人 后来他去世以后 揭发出很多他的问题 其中有一些少女 如果达到那个 那个女孩子的年龄 达到那个诊断标准 应该他会也有这样一部分问题 那 恋童的人呢 缺乏社交和成年人的性关系 那么 有人格缺陷的这部分人呢 育后比较差 治疗的效果呢 也不好 这个呢 是恋童的情况 那么中国呢 就是没有这种诊断标准 通常呢 他就会在刑罚里头 就是说他对妇女儿童啊 就进行强奸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性的行为 强迫性的或者是什么 那往往以流氓罪论处 但是呢 现在有一些报告出来的 比如说在小学里边 有一些老师 甚至于校长 或者是什么 对女生的一些性的那种行为 有可能有一部分人 就是恋童症 下面呢 就是性行为偏好的变异 性行为偏好的变异呢 这里边首先呢 就是所谓性施虐狂 和性受虐狂 这个翻译呢 是延续以前的翻译 待会儿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其他的 我们都写的是正 可是你在一些书上 你会看到是P 就是成瘾 或者是成P 就是P号的P 那那个 其实这个狂和P字 都有贬义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看比如说 待会儿我们会介绍的 暴露症 那么以前呢 叫暴露P 用P呢 就是说它非常顽固 很难治疗 但是现在呢 有一些已经被证明 是可以治疗的 可以改变的 那么那种呢 应该是一个疾病 或者是障碍 所以用症呢 应该更合适 但是性施虐狂 和性受虐狂 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改变这个狂字 把它叫做 性施虐症 或者性受虐症 没有 那么我们先参照 这个词来用 那 DSM4呢 说至少六个月以来 反复多次 已使对方受到 心理或躯体痛楚 包括羞辱 而使患者感到性刺激的行为 从而激起他的性的幻想 性迫切愿望 或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常常是殴打 或者是心理上的羞辱 那么对象呢 有的是和所谓受虐狂 多年结合在一起 也有的是对妓女进行 这样的行为 对象呢 有同性 也有异性 那么有些动作呢 往往只有象征性 这个施虐行为呢 可能会导致 或者是终止于 真正的性行为 有些人呢 只是通过 施虐行为来获得满足 少数会造成 持久严重的伤害 比如说 同时伴有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 那么 同时是施虐狂的人 那么他们会对对方造成 严重的伤害 这个几乎仅限于男性 一旦发生了持续多年 这个呢 被认为病因呢 也许和早期 在儿童期的时候 他们在与父母的关系当中 爱的感觉呢 和一些侵犯性的感觉 共存有关 所以爱和打骂羞辱 就结合在一起了 这样呢 他们学习到的一些行为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 再说呢 这个性受虐狂 那么他呢 就是六个月以来 反复多次以被羞辱 被捆绑 被殴打 或者是其他受苦的方式 来激起性的幻想 性迫切愿望和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人呢 往往和肆虐者一起 相互满足 持续多年 有很多呢 都是女性 那这个也有一些 相关的报道 虽然很少 但是也有 因为刚才说呢 肆虐的这一方呢 常常是男性 受虐的这一方呢 常常是女性 但是曾经看到过一个案例呢 是相反的 受虐的是男性 肆虐的是女性 那那个案例的报告呢 就是有一个中年男性 他找到一家私人的公司呢 去工作 然后他的老板呢 也是一个中年的人 但是一个女性 这个老板呢 经常在下班后 把他留下来 后来呢 就发展成 刚开始可能是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后来就发展成呢 就是老板呢 就把自己的袜子 脱下来 塞在他嘴里头 然后把他捆起来 让他躺在一个地方 就把鞋脱下来 打他 然后呢 打一顿以后 就给他塞一些钱 然后他就回家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发生一次 那这个中年男性呢 刚开始觉得很受屈辱 但是呢 他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 如果他辞掉这个公司的工作 他可能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 他就觉得 好像只好忍受下来 那么他呢 还找到一些理由 比如说那个老板呢 自己个人生活也不幸 他跟他的丈夫呢 关系也不好 可能他会在这儿出气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样几个月之后呢 他发现呢 每隔一段时间 他反倒觉得 那个老板要打他 他会觉得 好像该被打了 他好像有一点内心 有点愿意被打的这样子 他自己害怕了 他觉得这样不对了 所以他就去寻求帮助 但是我记得那个案例 还不到六个月 如果是这个情况呢 就是他 还没有达到一个诊断的标准 但是呢 就是通常介绍的都是 受虐的都是女性 肾虐的都是男性 可能也有一些特例 那么那个肾虐的女性 如果只是为了出气 没有性的快感 那还不能达到 我们刚才说的 施虐的这样的诊断标准 但是如果是受虐的这样子 有性的快感 那么这个就 如果到六个月以上 那就达到诊断标准 后来呢 那个案例是 那个求助的男性呢 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呢 最终离开了那个公司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原因呢 也是他们在受到殴打 或者是羞辱的时候 碰巧呢 可能将性的唤起呢 与这个疼痛屈辱联系起来 所以呢 他们后来呢 反而有一些性的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愿意受虐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动力学 或者心理分析的观点呢 认为受虐呢 是像自身的施虐 就是有些人 他的自我评价非常低 他觉得自己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会有 觉得自己应该被 这样的潜在的里面 潜意识里头 应该被别人不好的 对待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那下一个呢 就是暴露症 我们刚才介绍了呢 这个暴露症呢 我们提到过 其实这个原来也是 翻译作暴露P 或者是录音P 那么现在呢 其实是可以治疗的 P有一些顽固不坏呀 就是不可以治疗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也带有贬疑 更好的呢 是用暴露症这样的翻译 那这个呢 就是DSM4呢 认为至少六个月以来 反复多次 在事先毫无准备的 陌生人面前 突然显入 自己的外生之气 而激起性的幻想 性迫切愿望 或行为的 这样的情况 那么通常呢 这类人没有进一步的 性活动的企图 但是不排除 有少数人 同时伴有人格障碍 那么他们可能会有 攻击性的行为 这一类的呢 情况也是 可能我们都会听说过 甚至于在校园里头 也有报告 包括我在北大 包括我在其他学校 都听说过这样的情况 这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做这一行的工作 所以会有人来报告说 在哪那碰到 比如说 魏明湖 成都的时候 人很少 有这样的障碍的人 他躲在树后头 有女性过去 他会突然出来 暴露一下这样子 有女同学 说过这样的例子 甚至于在 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地方 也有报告 那么多数呢 这个是男性 三分之二已婚 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那么他们在暴露行为 过程中呢 伴随着紧张 也伴随着快感 性的快感 而且呢 他们往往从别人 强烈的情绪反应当中 获得快感 比如说 有的看到的人 会很惊讶 很震惊 然后呢 有的人 觉得那是怎么了 好像觉得不太对 再看一眼 他就觉得别人喜欢看 觉得被注意 当然也有的人呢 就会怯笑 那么这些呢 反而让他有快感 这些人呢 就是往往持续多年 缺乏改变的动机 据说呢 有过两次以上呢 就很难纠正 因为他的快感很强烈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改变呢 非常困难 他有生理性的快感 亏阴症呢 类似 就是我们现在 把它翻作症 也称偷窥症 那么这个是 至少六个月以来 反复多次观察 事先毫无准备的人 裸体 或者是脱衣服 或者是从事性活动 这样的情况 激起患者的性幻想 和性迫切愿望 或者行为 多数为男性 那么这样的例子呢 可能我们也有听说过 当然现在我们的 很多居住条件都非常好 但是包括卫生间的条件 也很好 但是以前呢 就是有很多条件 不太好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会听到 有人去趴厕所呀 或者是趴洗澡的 公共浴室的那个窗户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种呢 当然现在有一些人 是用所谓 那种偷窥的那样的一些 仪器设备来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也有 那么有些人呢 是这类的患者呢 他们是把观察他人的性行为 作为唯一的 或主要的性唤起的方式 有人呢 在偷窥的过程中呢 伴有手淫 偷窥的危险呢 也让他们觉得非常刺激 就是有刺激性 但是 这里头的人 真正被 人家一喊 把他抓住了 有很多人说他们伪君子 为什么伪君子呢 因为平时看他们 他们是很害羞的 或者是很内向的 好像看见玉性打招呼 都会脸红的那样的一些人 所以人家说 他们怎么办这个事情 觉得 很奇怪 所以 最后呢 大家结论就是说 这人是伪君子 表面上看着是这样 实际上他怎么怎么样 那么他们 常常和异性相处 很害羞 回避正常的 性的交往当中 可能有的威胁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他们是 心理上有障碍的一群人 偷窥行为 其实阻止了 他们和异性 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 就是他没有发展出 那种社交的能力 没有去和异性正常发展 反而去 就是我们就好像说 这个 一条河流 他有 要留下去的这样的冲动 但是他走歪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 这是一个例子 泰安某高校 女大学生 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一个男子 在某格间 紧盯着自己看 他呢 惊慌失措 就大喊一声救命 那个人就吓跑了 但是很快呢 别人帮助下 就把这个人抓住了 结果抓到了一看呢 这人是 学校的一位教授 那么立即对他进行审讯呢 就发现他在 这个学校任职期间呢 已经不止一次 到女厕所 去偷看 后来呢 就把他拘留了 这个人 没有后续的 我们不知道最后 以什么样的情况 非常有可能 以流氓罪 对他判刑 当然 有可能 如果 这个 法官 检察官 知道 这个可能是一种 心理障碍的话 有可能会判他 去做心理治疗 因为在 国外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许是缓刑 但是呢 他同时 应该做心理治疗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的 国内的一则报道 那 还有哈 就是 癌擦症 这个是类似的 也是反复多次 与 没有这样意愿的人呢 去做碰触和摩擦 那么他实际上呢 就是 以此激起性的 这样的一个快感 和换起 男性 在拥挤的环境当中呢 他外生之气 勃起 去接触异性的身体 有些呢 伴有手银和射精 这个就是在 拥挤的车厢里 或者有一些 熙熙攘攘 卖东西的地方 比如说 有一个案例的 当中的男性呢 他就是到 商场里边 那个商场呢 经常人很多 有些 他还专门找 那个中老年妇女 人家呢 就是习惯于 备手在那一块 去看这个商品 那么他就在 后边作案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原因 就是我们看 刚才 尤其是 这个 亏因症 暴露症 和摩擦症呢 动力学的 理论呢 认为 性心理呢 这些人的 性心理发展呢 固着于 性气欲阶段 这个 因此呢 性心理发展 是不成熟的 他们害怕 和正常的 成年人 有性的关系 不能建立 正常性关系 异性关系 那么 暴露症呢 有阉割焦虑 所以他要通过 向异性展示 男性的器官 来确定 其男性的身份 这一点呢 在有些案例里头 表现得非常明显 曾经有 有人报告过 一个案例呢 那个案例 他在家里头 全部是强势的女性 他是非常 地位非常低的 但是呢 有一次 他在外边 他很苦闷的时候 他在外边 突然 他自己觉得 有一种冲动 就暴露了一次 然后他当时的快感 非常强烈 后来就不断地 去找机会 这样的 做暴露 那么 这个里头呢 还有就是 他家里头 父亲 母亲的关系 以及他和母亲的 那样的关系 这样的一些情况 都非常突出 那行为认知理论呢 认为 同样 就是行为偏好呢 是偶然的性换取 与各种不恰当的 刺激结合 然后通过性的幻想 和手印 反复被强化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里边呢 许多性偏好者呢 缺乏和异性 进行交往的 必要的社交技巧 成年人的性换取模式呢 没有得到发展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里边呢 就是有 案例就非常多了 就是 尤其是 我们看到过一些 这种 包括暴露 亏因等等 有些暴露症的 这样的一些患者呢 这个里边 改变为什么困难 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他有性的这种快感 有生理的快感 它不光是一个 心理性的问题 那么性的这种快感呢 让他们不愿意放弃 这也是干预里边 会非常困难的干预 偶然的唤起呢 之后他不断地去寻找 类似的这种情景 因此呢 一次两次的这样的 同样的唤起呢 就使得他们这个行为 就被强化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干预的过程中呢 首先要探讨 治疗的目标 就是你是不是要改变 很多人呢 他被人一喊 被发现了 被抓到了 然后呢 就比如说像那个教授 很可能 他的工资被贬下来了 甚至于工职被开除了 假如他是党的党员 或者是他是团员 可能人家就觉得这种 伤风败俗的这样的行为 那这人要开除 或者是留党查看 或者是什么 那么 当受到这样的压力和打击的时候 他们会去寻求帮助 可是他们呢 往往只诉说自己的苦闷 没有真正要改变的动机 因为那个行为要改变了 带来快感的东西就消失了 所以一定要激发他们改变的动机 是不是真的要放弃 放弃你能得到什么 和你会失去什么 那么这个呢 一定要他做出选择 很多人来说 我知道我这是一种性方面的障碍 最好大夫给我开一个证明 然后我拿着这个证明呢 有些地方就给他免除处分了 那这不是又进一步强化他了吗 除此之外呢 我们认为处分和处罚是必要的 因为他伤害到他人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他会伤害到其他人 那别人的隐私 或者是别人的身体被触犯了 那么他们是要 作为一个成年人 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他们愿意改变呢 有这样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比如说暴露治疗啊 性的厌恶治疗啊 还有呢社交技能的训练 前边呢是消除他们的异常行为 那么后边呢是希望他们 更多的正常性的行为 他们能够和异性建立正常的 交往的关系 那预防复发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法律的惩戒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他性的快感很强 如果惩戒不到一定的情况 就是说啊那个虽然很丢脸 但是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还在这个学校教书 那他受的惩罚就不够 不足以让他放弃 他有性快感那种异常行为 所以很多人是在惩罚了又惩罚 他实在觉得必须要改变 他才痛下决心来改变 他的这个异常行为 除此之外呢惩罚是因为他们伤害了他人 我们中国呢有一位钟友斌大夫 那么他发展的一个认识领悟疗法呢 可能有些同学听说过 那么他的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一种治疗的模式 那么他认为呢这些人的症状呢 是以儿童式的那种取得快感的那样的方式 来解决成年人遇到的问题 就是成年人有性方面的需求 但是呢他们用儿童方式来解决 因为他们不是和成年人一样 用正常的异性交往 以及性行为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苦闷 所以呢这是一个病态的 那么知道这是一个儿童式的 不要让儿童主宰了自己 作为一个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要放弃儿童式的行为 那么其中呢他后来还说 一定要让他们了解 他们的这种行为别人是怎么看的 那么他们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很好很有快感 但是呢有一个人是暴露症的病人 他在中大夫那个治疗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次他出差 他还在工作工作能力很强 他出差呢在火车上 正好呢坐在他附近的是一群 一个单位的女性 那那些人呢就开始 其中有一个人说 哎呀上一次碰到了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人的可那个什么了 特流氓什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的是一个暴露的情形 然后那些人说 哎呦真恶心 这人怎么这样 又他大为震惊 他在旁边听着 就是觉得从来不知道 别的人是这样看待的 呃 那个异性直接的反馈 让他觉得 一下子觉得 原来他认为那个特别有兴趣 特别让他有快感的事情 索然无畏 他觉得原来人家都唾弃这种行为 这样的话 他后来说 从此我认为 我应该放弃 想做了 后来的改变就非常明显 呃 那呃 钟大夫呢 进一步治疗 就是说 你用一个儿童取乐 是小的时候 呃 你把你的生殖器 暴露在别人面前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成人 你还用这样的方式 你取得性的快感 你就没有成长 那么成人 他们用成人的方式 所以呃 不要被那个小儿童所主宰 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呢 其他的治疗师呢 就是对亏因症 恋恶症呢 都有呃 报告说非常有效的 这样的情况 呃 这个图片是一个 呃 益庄症的人 在纽约的化妆舞会上 就是穿的女性的服装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呃 益庄症的人 他们也有社会压力 和心理压力 呃 他们也感觉苦闷 他们会组成一些小组 呃 互相 讲述他们的一些情况 这个可以减压 同时呢 他们怎么去面对外界的 这样的一些压力 呃 这几个全部是男性 穿的益庄 呃 呃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一些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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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认同障碍呢 或者是性身份识别障碍 呃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呢 呃 自己认同的性别 和自己生理上性别不一致 而且强烈的希望成为异性 就是男性觉得自己生错了 应该是一个女性 女性呢 也觉得自己 怎么有这么样一个躯体 应该是一个男性 所以他们寻求各种方法 试图改变身体和自己的性征 这个呢 呃 可以发生在儿童期 青年期或成年期 如果是儿童呢 呃 可以表现为下列任意一项 比如说男孩断言自己的阴镜 或者是搞玩是令人厌恶的 呃 或者呢 拒绝典型的那个男性的玩具 游戏和活动 如果是女孩呢 拒绝做着小便 断言自己呢 会有阴镜 会 或者会长出一个阴镜 呃 等等 厌恶正式的女性服装 青少年或成年人呢 就沉溺于设法消除自己的第一 及第二性征的那样的想法 呃 深信自己生错了性别 好 这个呃 这个呃 发病率呢 不是非常高 但是呢 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存在 而且呢 这些人 一旦意识到 认为自己的呃 呃 性别是不对的 他们会非常痛苦 有些人呢 甚至于自残 呃 这个呢 就是他们男性的异性症呢 他们的化妆和发型呢 都会偏于女性 而且呢 他们喜欢做女性的工作 呃 呃 呃 女性的活动 呃 女性异性症呢 则行为和爱好呢 更偏向于男性化 呃 呃 那么异性症者呢 都对自己的性器官感到厌恶 那这一点呢 是和同性恋者有区别的 同性恋的人呢 不要求改变自己的性别 呃 异性症的人呢 认为自己生错了性别 一定要改变 那么呃 呃 他们呢 常常会伴有抑郁的情绪 有些人还有自杀的观念 因为他觉得生错了 呃 呃 又不可能改变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非常痛苦 呃 很多人呢 即使结婚了 他们也有婚姻的问题 对现状呢 他们会极端的痛苦 呃 呃 原因呢 至今还是不清楚的 呃 呃 呃 但是呢 现在有一些研究呢 还是认为有呃 呃 这个生理的生物的一些因素 呃 呃 比如说遗传这样的因素的作用 呃 那心理治疗师呢 想要通过心理治疗改变他们的性别认同的这种情况呢 是很少成功的 呃 生理上呢 可以通过所谓性别再造术 就是外科手术呢 改变他们的解剖结构 比如说 呃 这个 切除男性的生殖器官呃 再造阴道啊 用激素维持 呃 这个乳房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呃 女性呢 呃 呃 包括再造人工阴静啊 啊 切除乳房这样的 呃 呃 呃 这是很痛苦的 要做几十次的手术才能够完成 呃 呃 呃 那么我们心理方面可以对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就是呃 呃 呃 如果真正进行性别再造术 在美国 在欧洲 实际上呢 前期要长期的心理准备呃 呃 并且要有心理治疗师进行干预 中国有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人凑够了钱 他就去 因为需要花几十万做很多次手术 这样做的结果 有些人即使改变过来 他可能会有心理上的不适应 所以手术前要按异性的角色 生活大约两年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么最终确定他真的是希望改变性别 不是一种冲动 而且他在心理上 经济上和社会上都非常稳定 才可以做这个 比如说心理帮助 就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 帮助他们 外表先改变了 然后行为上训练 因为他之前的行为 假设一个男性 他之前的行为 说话 走路 站的姿势 都是和女性不一样的 那么训练他 用女性的方式 这样子来行为和说话 那么进一步呢 和女性一样的生活 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所在的那个环境 是不是能够接纳 你是不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 继续这样生活 这个是要看你的决心 是不是足够 然后你心理上是不是稳定 同时如果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你攒够钱可以做手术 那才确认他确实可以在手术中获益 然后请外科医生诊治 曾经有中国的脚型医生就说呢 他们特别希望心理治疗师 能和他们一起配合 有心理治疗师确认说 这个人可以去做这样的手术 他们在做 他觉得风险更低 这个人更能从中获益 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对于有些人呢 他们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 比如说经济上不行 或者是暂时找不到 合适的地方做手术呢 也可以采取社会心理治疗的方式 对他们提供帮助 比如说他们怎么更好的适应 那个环境 减少周围对他的嘲笑 或者是能够应对社会 给他的压力 今天的课程呢 重点就是性偏好障碍的 类型和表现 然后呢 恋悟症的心理学原因 暴露症 亏因症 摩擦症的心理学原因 还有性别认同障碍的表现 以及心理治疗 可以对这种障碍呢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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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